蛇和鸡在一起,谁望谁?鸡和蛇的鼠相合不合,先说说鼠蛇和鼠鸡的性格,蛇年出生的人拥有敏锐的观察力和卓越的策略能力,他们设定明确的目标,怀揣宏大的理想,富有智慧,对许多事物都有独到的见解和观点。 蛇年人务实而理性,具备卓越的艺术品味,善于享受生活中的美好。 鼠鸡的人以朴实无华的外表识人,他们作风踏实,勤奋努力,是现实主义者的典型代表。 他们心思细腻,聪明机智,对家人关怀备至,无微不至地照顾着他们,展现出对家庭的深爱。 鼠鸡的人具备出色的组织和管理能力,善于表现自己,渴望成为权威人物。 他们心怀信心十足,追求完美,力求在做事上做到尽善尽美。 鼠鸡和鼠蛇的婚姻怎么样?男蛇女鸡,你们是互惠互利,彼此都能获得极大满足的一对。 两个人都集富思考力,是运筹帷幄之中,决胜千里之外的高手。 你们注重更为远大的理想和更加可观的利益,绝不会为眼前的迎头小利而耗费精神。 你们的婚姻位,两人营造了更广阔的发挥潜能的领域,使双方在情感与物质方面都很有所得。 蛇先生精明沉稳,善于策划,将事情分析得井井有条。 鸡太太英明果断,讲求实效,总能大刀阔斧地不断开拓。 蛇先生欣赏鸡太太的干脆,同时又能帮她弥补,粗之大业的弊端。 鸡太太崇尚蛇先生的精细与谨慎,同时充分理解她的想法,配合她的感觉,在生活中将蛇先生照顾得无微不至。 男鸡女蛇,你们是各有特色,相互之间善于取长补短的一对。 两个人都知书达理,婚姻生活给了你们相互补充和抵消过火之处的机会。 这将是一段非常不错的结合。 鸡先生生机勃勃,积极勇敢而无所畏惧。 蛇太太聪明伶俐,小心谨慎,善良多情。 鸡先生的睿智与乐观给蛇太太的精神领域增添了不少积极的因素。 蛇太太的鼎力协助也使鸡先生怀着更加自在与喜悦的心情投入事业。 最后,在鸡配蛇的婚姻中,只要双方有高度的情商、沟通能力和宽容度, 且能够相互尊重、理解和支持,这样的婚姻一定是可以充满幸福和温馨的。 因此,在选择伴侣时,我们不应该只看重表面上的因素, 而要更注重对方的性格、习惯、兴趣爱好和人生观等核心价值观。 只有找到了心灵上的契合,才能让婚姻之路更加平稳、美好。 其实生肖运势的高低是所有人都无法去操控的, 唯有修行自身的智慧是趋吉避凶的唯一法则。 在这里也分享一篇文章,希望各位有缘的朋友能静下心来, 好好的读一读,也许能给你一些简单的领悟或心灵的沉淀, 相信这对你未来的运势会有很大的帮助。 你我心情一辈子到底图什么呢? 也许只是图那几两岁银罢了。 在小小的立蛋糕当中纠结一辈子都是普通人的宿命。 钱就是这一个字足以束缚我们的一生。 因为人活着,无时无刻都需要用到钱, 哪怕我们想要实现梦想,更是离不开钱。 记得年轻的时候,年少轻狂, 认为自己是这个世界的中心, 所有的美好都会来到自己的身边。 后来才发现,这不过是自己的幻想罢了。 在这个世上,没有钱,也就没有所谓的自由, 更不能走向属于自己的失和远方。 所有的生活都完全由钱财构建。 当然,无论我们乐不乐意, 我们都逃不出这个框架。 一般来说,对于普通人而言, 我们都会经历贫穷的生活。 尤其是在刚出来社会或者失意破产的时候, 我们都会对这些遭遇印象深刻。 为什么呢? 只要人穷了, 一切不好的事都会来到我们的身边, 那最为真实的人性就会完全显露出来, 别人对我们的态度也会很现实。 要知道, 有很多事, 当我们穷过一次之后, 我们就懂了。 人穷了, 就能看清身边人的嘴脸了。 有人说过这么一句话, 人性最丑陋的一面, 都会在你最贫穷的时候展现出来。 你有钱的时候, 别人会把你当偶像, 特别尊重你。 相信你会发现, 自己的身边都是好人, 他们好话说尽, 满脸笑意, 仿佛你比他们的爸妈还要亲。 你没钱的时候, 别人只会把你当成笑柄, 想欺负你就欺负你, 想顶你脸色看就给你脸色看, 反正不会尊重你。 他们对你的态度, 比陌生人还要不如。 哪怕是父母或者兄弟姐妹, 都会讨厌没有钱的我们。 要知道, 在这个世上有太多的人, 只重视钱财而不重视感情。 所有的感情, 都不过是利益上的相互交换罢了。 你对我有利, 我就对你好。 而你对我没有好处, 那我就没有必要理会你了。 有一位作家写道, 不要相信这个世上有哪些真正对你好的人。 靠近点看, 其实每个人都是半人半鬼。 人的一面, 显露给有钱人看, 而鬼的一面, 则显露给穷人看。 要知道, 表里不一, 人前人后不同人, 这才是人性的真相。 对于人性的认识, 终究会在我们有所经历之后, 就会逐渐领悟。 人穷了, 也许连老天都欺负我们。 俗话说得好, 雷皮真孝子, 财发狠心人。 麻省专条细处断, 厄运专找苦命人。 生活只欺穷苦者, 佛门只度有钱人。 越是孝子, 越是倒霉。 而要想发财, 那你就得成为狠心之人。 当然, 所有的厄运都只会找苦命的人, 也就是穷人。 因为生活往往欺软怕硬, 而佛门也只会度化有钱人家。 这些话, 听起来特别刺耳。 尤其是对于心怀善良的人来说, 其实他们特别不情愿接受这般无奈的现实。 只不过, 人终究无法改变现实, 就只能接受现实。 钱, 终究是普通人的保命符, 也是这世间的通行证。 所有的善良, 也许还不如钱财二字有用。 这, 并非是让我们不去善良, 而是希望我们能够明白, 人穷, 那我们再善良, 又有什么用呢? 要知道, 当你有钱之后, 那你善良, 才能受到别人的尊重, 甚至有好报。 因为钱财二字, 就是人们身份和地位的象征。 想起这么一句话, 在这个世上, 长得不好并非是原罪, 穷才是。 往后余生, 不妨好好赚钱, 好好存钱。 所有的金钱物质都是来度你的。 穷过之后, 才会明白金钱的真谛。 自从原始社会以来, 人类就为了资源而奋斗一生, 有些人还会纠结一辈子。 难道说是这些人的领悟不够, 依旧跳脱不出, 追名逐利的怪圈吗? 其实, 人这种生物, 那是特别现实的。 要吃饭, 那你就需要有钱。 要买房子, 那你就需要有钱。 要活得快乐一点, 那你就需要拥有更多的钱财。 有人说过这么一句话, 对于穷人家来说, 个性那是最为奢侈的东西。 一切的个性都需要钱财来培养。 比如说, 有些人渴望成为画家, 或者成为艺术家, 那他们就需要砸钱下去, 慢慢地学。 想起一些喜欢鸡娃的家长, 他们总觉得自己付出了那么多钱, 孩子的未来会更好。 但他们都忘了一点, 那些更有钱的家长, 也在鸡娃。 有一位哲学家说过, 人类从出生的那一刻开始, 到归去的那一天, 永生永世都逃不过金钱的束缚。 金钱, 就像是一个陷阱, 但每个人都会心甘情愿地 落入到陷阱当中。 不过, 没办法, 谁都希望自己和后代能够更好, 这就注定了我们只能更勤奋地赚钱, 别无选择。 好了, 以上资料来自于网络, 那么分享就到这里, 天道酬勤, 要记得, 机会永远是给准备好的人, 祝福各位亲爱的朋友, 福气满满, 财气满满, 身体健康又逍遥, 下期见。 感谢观看, 您 lawn中生浩凡, 没有崇专。 谢谢观看, 。 进继续ING survey,